而在美国的纽约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 也在中秋节期间与华文媒体记者进行一场参序 来畅谈未来的发展计划 而理事长胡施工总干事杜比德 以及理事们也趁机向侨胞们祝福中秋节快乐 整场参序的过程气氛相当的温馨 纽约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 理事长胡施工以及总干事杜比德等多位干部 在中秋节期间邀华文媒体参序 畅谈未来发展计划 而这也是胡施工上任以来所举行的第一个记者会 除了借此机会向社区华人问候中秋节快乐 胡施工也表示 华商会将举办一系列指导商家的活动 像是举办劳资法律 房地产以及针对政府查税等问题举办一系列讲座 在银行界四十年的理事长胡施工 希望小商家要改变习惯 多使用支票转账 让资金往来透明化 华人的朋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习惯性就是 现金刚好被他们认为是一个 容易跑税或是写成一个工具 所以当然很难 如果不用现金 华人没有小商家来做 总干事杜比德则表示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华商会没有介入总统选举 且没有拿政府一分钱 这种独立性让华商会可以公正履行使命 我们非常清楚自己能够扮演的角色 还有必须扮演的角色 因为你现在看到整个华人的发展 包括交通 包括特别是环地产的开花 房价还有各方面的汇率 都是令我们感到担心 那在这方面将来 没有面临的任务 如果我们不做好我们自己的角色 华商会三十几年跟着这个社区一起成长 我们不会把这个社区未来可能受到的影响 不当成是自己的责任 华商会特别准备台湾绿豆碰 月饼等款待大家 现场饼箱扑鼻 多位华商会理事也向大家表达中秋祝福 希望社区华人能够平安健康 台湾人是杨立 美国纽约采访不到